别把公司当你家 每天上班下班的人群中 有些人是员工 有些人是主管 员工与主管 大家都在公司一起工作 员工加主管 再加上别的员工与别的主管 就形成了一个微妙的生态 在职场工作久了 常常会听到有人这样讲 希望大家把公司当家一样 说真的 我没有很赞成这句话 我知道在这句话里 家只是一个形容词 不是真的家的意思 但有时候 我们会听到有人这样抱怨 这个我不会 为什么没有人要教我 那个我弄不完 为什么没有人要帮忙 不是说公司就像家一样吗 一起上班 不就应该像家人一样吗 写原亲情是维系家庭关系的重要元素 工作表现是维持公司生存的基本条件 公司之所以是公司 就是这间公司的目标 需要一群人一起协作来完成 你进这家公司是因为这里可以让你表现 你进这家公司是因为这里可以让你发挥 你进这家公司是因为公司需要你的能力 而你也愿意接受公司支付给你的薪资 你或许会把午睡枕放在办公室 让午睡的感觉更接近家 但你不能在你工作延误时 要求同事像家人一样永远包容你 你或许会把拖鞋放在桌子下 让上班时双脚可以像在家一样轻松 但你不能在未答主管要求时 期待主管像你爸妈一样永远给你机会 同事间比起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你更应该重视职位与职位间的关系 能跟同事当朋友像家人一样很不错 但你同事进这家公司 不是为了跟你当家人 在公司人缘再好 公司也无法忽略你的工作 就算你再多喜欢这间公司 公司也不会因为你喜欢它而永远聘用你 你可以把办公室布置出有家的感觉 你可以把办公桌安排成有家的味道 但你跟同事的相处 绝对不是从家人出发 别把公司当你家 我相信的确有些单位的同事关系 真的好到跟家人一样 但我更相信 同事间能有家人般的关系 是在大家都能善尽工作本分的前提下才有的 发挥你的专长 达成最佳工作表现 认清自我角色 创造理想职场关系 同事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